这两天在网上说玩具最热烘的话题 当然是说港版海姆为什么没有DX 很有趣的 有些人说很多事情都不想重复 但有几个基本观念大家要清楚 瑞仔是代理商 B公司是生产商版权持有 瑞仔是香港代理 代理要做什么呢 一个定时通常一年 他可能要包销一个数 很简单 如果他们之间合作细析 我们一定不会支持外人 但是说他可以有多少货出 因为包销数 他们两个都谈好了 基本上在B公司角度封了时本门 谈好了你要多少货 我收多少钱 到时货买不买去 就是香港代理的事 你就不要以为B公司这么笨 他不会笨 好了 有些人说 为什么香港代理会 这么笨 不肯出DX版 搞声出向 据理解 只要你两年前 去玩具店买这些DX的时候 去老板说 这些是行货的话 就应该是香港代理的 为什么 不是这样也要问 你没有手提电话 没有游戏机 怎么分行货和水货 代理的没有行货 代理是哪个 香港唯一的代理没有那间 瑞仔 所以你买的是行货 就一定是去的 那你说 我买的老板说是自己日本货 那就是水货 原理就和你买手提电话 波鞋 游戏机 那些叫什么 那些家庭电池一样 所有都是这样 基本观念不要搞错 人家两年前已经有引入给你了 食玩搞清楚 食玩搞清楚 是四什么公司 他是食玩的代理 全部都给你了 还要和日本同步 OK 所以大家搞清楚 到今天这个情况 两年后 现在是香港的电视台播 他就是和一群不是上网去看的人 的电视家庭观众 然后有一批货招呼这群客 客路和两年前的批评是两回事 人家的代理商有什么如意算盘 他会计好 你不需要那么紧张 有些人就很批评 又说去什么 很简单 你和代理商的决定 早前发生什么事 给卡超的名字 一样原理 你就去批评代理商做法 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在买巷货 这批货是否给你这群客 这很重点 要不然 你就 被卡超那次看 追发新闻 会变成了 几乎酸的事 今天和人谈开 有一件事 其实有个很阴谋论的角度 其实这些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故事说 因为这个说出来 可能要收律师信 或者很差 如果我从一个很阴谋论 过去三年都有出简易版的腰带 你看到东南亚、印尼这些国家 今年到香港播出DX版 看一些其他双关知识或少年报道 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韩国跳了不播海舞 港、台、韩、三地少了一个 不足以有那么大的量 去吞得下那么大批DX 所以就要出简易版 这个其他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合理 但我自己是一个很直接单纯的观点 就是简易版可以货到这些 相对消费率较低的地区和国家 香港代理 如果它和东南亚代理是有沟通的 其实它做这批货 可能它主动要求做这批货 因为香港玩家两年前 就是买了日版 它现在这批港版 我再出回DX给你 那谁买呢? 在香港 它可能要求日本那边 出批简易版 反正我都放在香港这批人 去买了水货 或者是两年前买了我的汉货 那我就流离做东南亚 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刚刚说了 有另一个观点 我不太敢说 因为是很阴谋论的 阴谋论到极点 讲清楚 阴谋论角度 纯粹推测 因为下个月就应该到八月揭身上 因为香港玩具店落单 是要三个月前落单的 即是7月 派这批货 那批简易版 它应该四月落单 有玩具店反映 其实一早知道今年是会下跌了 但它们说 局主一定要落单 那是为什么 香港玩具店 为了保住批发帐帐 每个月有额要吃的 要拿一定数量货 那还有7月 暑假档期 有资上海没有 就算 那些行家来说明 喂 是下跌的 所以说 你敢不拿吗 记住 它下跌成什么 没有 sample 你看的 不知道的 只有一份单的名字 那 变成了 它现在这批货 就 贴上单 调出货 那就是那句 三个月前 都被这些铺订了 那你觉得这个代理 会不会出事呢 收了钱 一派货 你录了单 派货给你 要赚钱 那些人就说 哎呀 这会变成死货 记住 死货是铺死 到时要插水 要跳楼散卖 是把自己亏出去 咬给你的 B公司和代理是没有事的 你知道吗 好了 为何说有一个 极其阴谋论的想法呢 我专门后一点才说 那 很简单 这批 简易版派出货了 有一样东西 小朋友 当那些小朋友的时候 电视开播 会两个家长买 7月就会在豆豆城买 那 万一可能未必 或者 他去到8月 突然之间把DX上架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批看香港电视台的小朋友 那批看香港电视台的小朋友 会另外再留下家长 哎呀 那再买过了 又买多次 然后 街铺拿了货的 突然间 突然间 8月你有DX上架 突然间 你落不下单好啊 哎呀 不是呀 豆豆城的货 明明就是 代理商自己放在那里买的嘛 那他就自己打自己 记住 假如他8月在豆豆城上架 接下来 如同时提下单 三个月 3个月 hari 那在玩具店 出去下单好 一定会下单 但之前已持开一堆 柏欣 Fi 手 能售对虞 又赚多一支 你說去斗斗城那批簡易版只有我自己做自己 前面說了東南亞市場 為什麼怕呢 到時再一批DX空就會再搶 開心了 不過又重複說 這個是我純粹個人陰謀論 如果我是代理商我會做這麼毒的事 當然希望他不要 因為實在震盪太大 為什麼你想到 他是賺到很盡 但是那些相對小的零售玩具店 是不是死得了 哪裏這麼多資金周轉 還要紮住之前的筆簡易版 還要試咬上去慢慢不去 隨時可能引起一個結業風潮 到時很和味 等一個月吧 到8月去看看會不會陳柯樂 還是只有這批簡易冷算數 招呼了這批看香港電視台的客人 沒得遠的了 兩年前大家上網看了 也有貨賣 在那時候你應該買或者你覺得假買 你不買 就去等個港版 記住 所謂港版是地區代理版 是另外做的批貨 它是沒有必然性 有時候一定要出某個字給你 之前那些港版都不給你 自己想清楚 最早到Kiva 那些錘子是沒有出的 成保沒有出的 這兩件最容易的例子 其他細節或者去貨的 退上退下就不解釋了 也牽涉別人的需要秘密 有些就算聽過也不敢說 再重新一次 剛才說的那個推出DX的步驟 是我這些賤人想到的讀計 不代表代理商真的這樣讀 只是頭想而已 希望我也不要這樣讀 大家不用太傷 這裏是個人分析 不是分析 雜著雜著沒有分析 純粹吹雜抽一下稅 這次玩玩玩樂開開心心就算了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有貨 你們上德網去看去玩的人 都知道哪裏有哪些買 就看到合價好價的買 就買了不要亂想那麼多 有時候就算去地區航班 有時真的便宜的一幣 你自己買手提電話也知道 航空貨很多時比水貨貨販貨貨 或者照相講,你買手提電話也知道 在行銷時買抖買就行銷 前買便宜幾塊,但前買未必有貨 相對的風險, 港幣經驗, 市場溫飾, 那些詞彙不懂 不覺不覺, 說了, 就夠了, 13 分鐘, 說多說, 不要多說了, 拜拜